早晨各位 在这个后年 仍是新正月的时间 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效务精精日上 我再介绍自己 Angus Wong Microsoft的代表 负责教育事务 今天跟Jackie之前谈 今天究竟讲什么 都想得挺辛苦的 因为Microsoft其实太多东西 都不知道讲什么好 今天我后来想想 不如讲一些未出的东西 又讲一些出了的东西 有些新的 有些正在用的 似乎都挺好的 事不宜迟 今天我讲一讲一个 MLC My Learning Companion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今天是一个preview 在农历新年前 其实开始有个别的学校 已经开始陆续续安装了 在试用中 我们总共在4月16号之前 我们会有30间的Powler School 去试用这个applications 为什么是4月16号之前呢 因为4月16号 就是我们Hong Kong Forum Microsoft 一年一度最大的event 会在4月16号举行 所以那一天 我们会正式公布这个applications 好了 比方说的applications之前 我想也要分享一下 其实Microsoft 在试用中的目标是什么 我去到任何场合 都会讲这一把sled Microsoft的目标很简单 anytime anywhere learning for all 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 我们不希望有任何时空的限制 亦都不希望有任何 因为finance的原因 因为学生 学习的能力 而影响他的学习 所以你现在所有所有的solutions 或者我们做的事 我们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去发生的 那好了 其实跟EDB教育局 我们Microsoft 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 在2004年开始 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 叫partner in learning 一个伙伴计划 跟EDB开展了 其实这个计划 由2004年开始 去到2013年 我们就签了第三份的备忘录 那么这个为期五年的备忘录 是做些什么呢 在里面其实我们承诺 我们会继续去投资 在香港的教育界里面 包括也是全球的 我们五年里面 我们会花2500万美金 sorry 250个million的美金 是的 差很远 250个million OK 那么在这五年里面 就是每年我们有5000万美金 放在全球 就是各地的education 那里面包括什么呢 全方位的 我们有个软件 包括在香港 我们整个office 365 是免费给全港1000间的 k12中小学去应用 那么超过一半的学校 其实已经登记了 这个O365 仍然在应用中 那么另外就是说 有软件不够的 因为要适用 用得好才行 所以我们也承诺了 也在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通过EDB 每个月 我们有定期的 训练活动 是给这么多位同工去参与 那里面呢 我们会 enable 同工什么呢 在硬件上的操作 一部windows tablet 其实怎么用呢 简单来说 懂用的 温固自身 不懂用的 开始去学会它 另外windows的操作是什么呢 另外office 365 但是这些都是最基础的 最重要是什么呢 通过O365的工具 如何帮助同工 将现有或新的教学教材 modernize 可以用下去 譬如flip classroom 反转教室 给一个学生在家做备课 以前你拿着PowerPoint上课说 今天怎样在家里可以看到呢 怎样study到呢 怎样在家里回答问题 而回答的问题 好像Adapt已经说了 有些analytics 给他们 在一个老师 未进入班房之前 他已经掌握到 全班27个学生 有多少个回答了 有多少个提座 有多少个学生 掌握到哪些topics 哪些掌握不好 他进入去 今天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他已经掌握在他腦里面 那这个是 希望通过这件事呢 在电子隔壁里面 令到整个learning outcome 是做得更加好 那这些都是 我们很多很多的工作 另外我们 也有一个MVT Microsoft Ready Teachers Program 今年很开心 Microsoft香港 我们有80位同工加入了 有四位 在三月初的时间 也会代表香港 去到匈牙利 布达贝斯 去参与Microsoft 一年一度的 Educator Exchange 一个forum 去交流 去分享香港的 Best Practice 也都将外国的Best Practice 带来香港 所以我们一连串 很多end to end的支援 在学界是会发生的 好了 又说一些落地的东西 去到校务的东西 在O365 其实整个Office 365 很简单 一个分享及协作的平台 因为今天 刚才很多讲者 包括Irwin也有说了 不是单独斗的 我们要Alliance Work together Teamwork 我们要一个平台 要有工具 去做到才行 所以O365 就是一个工具 给到这么多童工 包括学生 包括他的家长 如何去合作 令到学生 学习得最好 学习得最好 而Office 365 可能有些童工会觉得 Office 就是二十年前 或者十几年前 Word、Excel、PowerPoint 是 继续在 不过 你看看 左边的Building Blocks 其实已经是 比Word、Excel、PowerPoint 很多很多 包括视频 平时我们可能用YouTube 给学生看资料 不过当他进入YouTube的时候 他看到右边有些 更加有趣的 推荐视频 他就去了推荐 再推荐 推荐三次之后 应该不知道去哪里 是不是一个 效本一点的视频 可以给他 这个可以 另外就是 譬如OneNote Class 我们以前很多资料 想发放的时候 不知道用什么平台 可能要用很多不同的应用程式 今天 在Office 365 一样俱传 都做到了 不过今天 我不会仔细地说 OneNote Class 怎么用 因为说了很多次 我们的工作室也会说 在右边 你会看到 就是 有个SharePoint site 这个就是一个 同学做project 五个同学 十个同学做project 一个公共的网站 有什么资料 全部放上去 老师有什么资讯 要发放放上去 一个共同的PowerPoint 可以放在那里 大家 举个例 就是和北京 清华 大家做交流 清华的学生 也都可以 进入这个网站 和你的同学 跨越时空 一起去协作 一个PowerPoint 或者一个project 这个就是一个 Beauty of SharePoint 或者是Office 365 一个免费的工具 给到全港中小学的学生 同工应用 够不够呢 Microsoft觉得不够 我们要再做多一点 再做多一点是怎样呢 令到这件事 更加没有那么technical 因为我们的讯息 给所有的学界同工 都是科技交给Microsoft 你们的时间 留去学语教 怎么做呢 我们刚刚develop了一个MLC My Learning Companion 通过这些应用程序 会做些什么呢 当你用O3和O3 帐户进入了 他们里面有不同的观点 首先讲讲教士 好了 落到教士 其实很直线 你会看到有你的学生资料 举个例子 英文科老师 以前你要建一个SharePoint site 可能你要学习 怎样都可以学一点点 或者你找TS帮忙 TS它编排时间 可以了 可能你下期开始你会有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你会慢慢搞 但今天不需要再等了 当你学校设计了 做好了MLC设计 你任何科目 历史科都好 你一进入去 你已经看到 你有什么班边 有什么科目 你在教 你学生在里面 右边你会看到 group calendar 你会看到中文科 什么时候默书 数学科 什么时候默书 当你再放那天默书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回报 会不会最大呢 你已经可以在那里 掌握到你的资料 右上角度会看到 Go to OneNote Classroom Go to Sway 其实这些我亦都希望 就是将 Flip Classroom 一些工具 built in 进入这个 site 所以当你一 click进去的时候 或者学生 click进去的时候 它已经去到你 OneNote Class的 notebook 已经assess到你 Flip Classroom的 material 它可以上去备货 一会儿当然我会讲一讲 OneNote里面怎样备货 会更加精彩 好了 再到下面 你会见到 它有不同的文章 有一个是 assignment 是功课 你当然可以看到 之前 今天 明天 不要详细地说 你会见到 其实它在 student assignment 还有一些 reference 那是什么呢 其实有时候很多资料 你也想分享给一些学生 不过又不算是功课 纯粹大家看 你出去看 不看也没所谓 你们可以放在 reference那里 而这里是什么呢 就是 学校或者世界 像Ronal说 世界 is changing 变中 学生也是变中 你的班里面 有27个学生 他的组别都变中 他里面可能数学科 就这五个一组 但中文科不知为何 三个又变中两个一组 那如何应付这些 不同的grouping 的变化呢 其实这些applications 都是可以给你自己 jack and drop 当你这个project 是哪几个的 自己拉下去 它就组合了 那当你要派一些资讯 给这一个group的时候 你就放回group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再 记住 陈小明就在group A 我要拉回陈小明下去 不过另外一个project 又不是又要假餐 不需要 因为今天就是这么strict forward 这些刚才我说的备科资料 我不详细说每一样东西 今天只是一个overview 一个preview 好了 去到学生仔了 学生仔是怎样的呢 你会见到左边有些功课 哪些老师派什么功课给他 中间有些什么 share material呢 就是什么呢 学生仔都可以分享的嘛 是吧 自主学习 我们希望今天是motivated 给料出来 劲的给料 差点的没所谓的 给了一些不适合的料 大家就知道哪些地方 可取哪些地方 可以收拾一下 这里就是share material 就是给自己 叫me 老师 share share 给老师 或者share 给一班房 这些资料都在里面 另外你会见到 蓝色的what's next what's next 其实就是一个时间表 所以当你校本 upload了一个时间表上 去服务一班的话 其实学生仔 即时 已经可以订阅到进去看 家长 妈妈 夜晚 不需要跟孩子再争吵 明天究竟有没有英文课 一看就知道有的没有 因为这个是公司的资料 OK 另外就是所属的小组 学生也看到 究竟他在不同的科目 不同的班别 他是哪个组 他有什么资讯的时候 要发放给同学 他一按下去就可以 分享到下去 有一些就是 譬如你中间看到绿色的 他要交功课给老师 他要交功课给老师 或者public photo share给个group 找到一些资料 可能YouTube的资料 很棒 或者我在哪个网站看到得棒 或者我在杂志看到资料 通过我们一个免费的 应用的 叫做office lens 拍了上去 亦都可以分享上去 待会我会讲一点 接着最后面 蓝色的最右边 就是 接着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例如墨书 测验 妈妈 爸爸 一定留意着 包括我自己 我也有两个小朋友 一个二年班 一个一年班 小学 OK 所以今天是一个preview 大家可以感受到 尤其是subject teachers 我们希望 IT and education 不仅仅在IT做老师 我们希望在不同科目的本科老师 都可以发生 那么e-learning 就可以通通更加快 去到最后 不是最后一版 去到这一版 就是什么呢 anytime anywhere learning for all 我们经常说了 怎样 for all 我很同意 以后一版本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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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版本科目的 没有可能 学校一定买完机 六百部 八百部 可能会买回来 买回来的时候 他们有不同的需要 就像Wono那样说 如果需要 像Yoga Tablet 就买Lenovo 他喜欢2-in-1 有Bud 有Touch 可能是Lenovo Mix 700 可能是Surface 他喜欢iPad iPad 他觉得他的需要 在那里买个器材 但是Microsoft要做什么呢 Microsoft就是 我们要enable所有人 任何器材 包括Android的器材 包括另一部手提电话 你在这个视频里 电视都在这里 所以有螢光幕的地方 应该我们 Office 365 Microsoft的解析 都在里面 去enable 我希望每一次 通过这张照片 我都可以告诉同工 因为过往可能 在旧的Microsoft 大家会觉得 Microsoft就是Microsoft 今天不是的 Microsoft是 支持了所有的 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 preview on yourMLC 任何同工学校 对我们有兴趣 on yourMLC 可以送Email给我们 你在网址找到 可以在网址找到 我都想率先试用 我们可以帮你排队 排队 尽早协助你们 去可以进入MLC 因为 之前我们宣布了 有三次名额 其实 那个Pilot School 已经超过三次了 所以 我希望可以尽早 慢慢协助大家 可以进入MLC 好了 讲完MLC C as a system 其实我今天也想分享 少少OneNote 尤其是 Erwin 在早时间分享 芬蘭的案例 他里面有讲一些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的学生 他们如何照顾 在Microsoft的世界 其实我们也有看的 我们不是讲技术 我们讲技术 是为人生 我们刚刚 宣布了一个 Learning Tools for OneNote 其实是什么呢 这个Learning Tools for OneNote 是一个免费的 加进 在OneNote里面发生 当你用OneNote的时候 你只要安装 加进 你已经可以用到 是做什么呢 我们在2015年 上年的7月 我们在全球 有一个Microsoft 叫Hackathon 的一个比赛 全球是数以万计的 developer去参加 这个Project 是 One of the Winners 在Hackathon里面 就是数下几千个的Project 是做什么的呢 它是一个团队 有Microsoft的OneNote 的团队 有Microsoft的Bing 的团队 有Microsoft Research 的团队 做研究的 OK 他们看了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Microsoft的角度 就是我们不应该 因为学生 有阅读的困难 而影响了他 去学习的能力 所以这个团队 他就在想 我们怎样可以帮到他们 OK 他就想了一件事 就是 这个挑战是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学校 其实 这个 国际的知识 未必 只能够在香港 但我估计 有些都很相似的 很多 73%的 他们的读者 是有四个或者以上的能力的 分布在教育 班房里面 就是有些很聪明 一出来 已经可以浪诵了整版 连读 有一些可能真的有些协助需要 中间的点 就是有72%的 的读者 最好有一个 特别的学生 那老师就辛苦了 要照顾他 不可以不理他 另外超一半 这个不应用了香港 超一半 其实香港的所有的学校 都会有学习英语的学生 那如何帮他们呢 好了 接着我们的解答案 我们做了这个 学习程式是做了什么呢 我们通过一些不同的功能 包括什么呢 我们有个Dictation 我们可以让他读进去 然后读回字给他 帮他默书 那这些是帮他自主学习 另外我们有整个 light and dark的题目 其实这些都是 基于一些研究去做 究竟黑色底好 白色底好 黑色字好 红色字好 如何才能帮到他 这些有做过 那另外就是 譬如我们有 Immersed reading role Immersed reading 就是可以加快减慢 慢慢读也可以 另外就是 今日学英文 明天学一点日文 行不行呢 都行的 OK 长话短说 我想进去做一个简单的 Demonstration 给大家看 好了 这里其实就是 OneNote的界面 可能有些同工已经开始用了 可能不是很多同工开始用了 因为OneNote是Microsoft其中一个最 under promoted的元件 因为它是不花钱的 OK 好了 在这里 你要看到什么呢 我 因为我伸展它 我要看着视频去做 那我试试读这一篇 OK 因为它是不花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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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它是不花钱的 那我选择正好 其实它是不花钱的 当然这个 那我试试一下 好 我选择方便一点 好了 那这里我们试一试 过 What are your hopes and dreams for this school year Many teachers ask students this question at the start of every 好了 那我们试了一点 那我们看回 其实读是一件事 我觉得今天找一些软件读 不是很困难的 说真的 读了 读完之后 那如果有阅读障碍 或者困难 其实可能它对一些字 的字 其实都未必掌握得太好 那可以怎样去呢 这样按字 你会看到那些字 拆开了一块块 方便它去学习 又或者它对于整版东西 哪些是noun 你见到名词的紫色 哪些是word 哪些是红色 哪些是adjective 那变了绿色 那这些其实呢 就可以帮到家里 真是self-regulated的learning 自主学习 做flip classroom 备课 要不然 它回到整篇文章 看完之后 第二天就回到学校 跟你说 sorry missy 我都不太懂 那其实跟没有备课是没有分别的 但今天它可以做这个 家长可以一起做 这个是其中一个会好用的地方 另外有什么好处呢 这篇是一篇文字 你见到 是一篇文字来的 可以edit的 对不对 好了 那譬如我去到一些是 相片的 又怎样呢 这一张是一张相片 或者用这一张 不如这一张 这一张就是我昨晚拍的 用我女的那本 以前的story book 就这样拍了 进去找屋 那我又试一下做那个reading 好吗 这个就是刚才那版的 那一幅相片 它已经帮你变了字的了 那就照读了 那一篇文字可以做 刚才的文字可不可以做呢 一样可以做 就是说 那个小孩 子本教学 我相信大家不可能一晚 把全部东西放下 你又有工作纸 又有成的时候 怎样两样的complementary 发生 令到你的learning outcome 更加好呢 那这些是工具 是可以给你们 去发生的 那又譬如什么呢 这张我女的工作纸 有点私隱 但是我批评了 所以我可以在这里登出来 OK 那工作纸行不行呢 譬如你们学校 很多工作纸 我相信 是吗 OK 我剩下零的minutes 那我最后用这个 去封锁 那我从这里开始吧 不如 Prepare a video 10-20 seconds 你会看到 科技技术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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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的Hong Kong Forum 我们这次呢 就会移私去 City University 成大 去合办 这个活动 因为之前我们 在尖沙咀的酒店 过往的 feedback 就太大了 不够位了 所以我们去一个 大的地方 希望多些的童工 可以参与到 那里面除了 一贯我们的 电子学习工具 我们的solutions 我们今年预告 亦都会有一些什么 game based learning 在里面 希望可以发生 那令到 整个电子学习 或者整个学习 是更加力有乐趣 亦都的motivation 更加大 好吗 那今天的presentation 不多 多谢大家